在公车上头有一名妇人跟老翁疑似起了争执 不仅是大吵大闹甚至还动手动脚 因为这名老翁就一把把这名老妇人给抱下车 随后两个人跌坐在地 甚至老翁离去之时还动手动脚踹了好几下 而这名妇人的家属听了是相当不舍到派出所报警 也呼吁有目击者提供影片当作证据 妇人站在公车后门等待下车 疑似和后方老翁起了口角争执 老翁指责妇人故意挡她的路 还出言攻击妇人身材 说要下车讲清楚 妇人正打开包包要刷下车卡 没想到下一秒竟然发生肢体冲突 两人都跌坐在地 路人惊呼连连被这景象吓傻眼 没想到下了车后男子还不放过 又再攻击妇人一次 妇人家属相当生气也很担心 因为公车速度很快 自己妈妈遭人挑衅被攻击后 周遭也没有人愿意参扶 最后还是自己前往附近派出所报案 只是老翁的行为不知道是早就下好目标 还是随即返案 有两位搭车的民众搭乘本市的公车 发生纠纷案 本工作室获悉上述的状况 随即派员调取该时段前后的恶性循环站 及车内的监视系统 老王出言挑衅人生攻击 没想到最后还再攻击一次 妇人家属相当不舍 也希望目击者有更多录影画面 还给妈妈一个公道 记者综合报道